是小龙,相信对于大家而言,是一个很熟悉的名字了,他在童年的时候,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优秀作品,而且每一个形象都能让人印象深刻,可以说,童年的他十分的受人欢迎了。 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背景,然而,现在是小龙隐藏了二十年的身份背景被曝光了,他不只是童星这么简单,就连王宝强和李连杰都可能惹不起。 是小龙,在两岁的时候,就进入了少林寺学习,在五岁的时候就拍了第一部作品,而且是和不老男神林志颖和拍的。 蒋旋风小子,之后又与吴蒙达,郑少秋和做了新乌龙院,而且当时在台湾创下了两一的票房成绩。 所以之后,是小龙这个名字就被大家知道了,并且认识到了这个优秀的少年。 而他的背景,又是怎样的呢? 之后,被网友扒出来之后,才发现他的身份背景真的很不简单,先说一下他的父亲,是小龙原名叫陈小龙,他的父亲名叫陈同山,是少林十八金刚之一,而且是武术学校的校长,是小龙应该是从小受了爸爸的影响,所以才特别喜欢武术的。 而是小龙的武功这么厉害,这带是他师父的功劳,是小龙的师父是少林寺的主持,可以说毕生所有学的武功招数都交给了施小龙,真的是难得的好学又努力的徒弟了。 其实在少林寺待过的还有演员王宝强,王宝强十六岁开始接触武术,八岁的时候,在少林寺大师学武,后来,靠形象的人物形象爆火,还真的是从草根走上了明星之路。 所以说,按照备份来看,是小龙的备份还是很高的,就连王宝强都没有他那么高的备份。 所以说,按照规矩来说的话,见的前辈都是要鞠躬的,所以王宝强估计见了,他都得要鞠躬,可能连功府明星里连结见了都要忌惮三分。 网友纷纷表示,惹不起惹不起,这还真是,是小龙,处到这么久了,很多人却只知道,他从小就开始学武了,却不知道他有这么强大的背景。 所以知道后还真的是令人惊讶了,不过是小龙带给我们那些难忘的作品,现在想想,还真的是一份美好的回忆啊。 不过也确实很佩服他,从那么小就开始学武,估计就是受爸爸的影响,同时不让他失望,所以才想努力的学,更好的展现自己的成果吧,不知道你曾经看过他的哪部剧呢?